站住 站住 回去告诉你们韩天使 就说 从现在起 我哪儿都不去了 有种 你让他上这儿来找我 你怎么啦 怎么了 告诉你儿子 我已经给他安排好去美国 明天就动手了 怎么起 哪那么多废话 胡扫米貌啦 小阳 先生 通知中外各大媒体 明天我要开新闻发布会 还有 完事以后你直接去封京 把那个女人跟她儿子接出来 先生 你真觉得到了摊牌的时候了吗 郭老板不是也劝您 惨了 是人可忍 孰不可忍 人 现在肯定在封京的梦式祖辞 飞虎 你现在马上赶过去 是 你现在肯定在想 为什么之前答应让你负责的任务 交给了飞虎 你现在肯定在想 卢是一般的样子了 学会御人之术了 没办法 非常时机 你不也是吗 驾驭韩天时和刘小萱的能力也很强 还有你那个老情人 知中 黄龙姐 请你记住 在这个房间里 我是黑桃皇后 不是最先军的老板 是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不会又让我对哪个男人 施展魔法吧 莎莎 你可是我们最致命的武器 不会让你轻易出手的 慧云 你出去 先把我关上吧 你出去先把我关上吧 那我告辞了 来 刚才那位 是教会慈善基金会的丽莎小姐 是来募捐善款的 你怎么来了 我正好是路过这儿 上来看看你 我是不是 赫然来到这儿 影响你工作了 你看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吃甘醋的 这个丽莎小姐 我们真的是萍水相方 我是经常听别人说 女人怀孕的时候呢 男人 行了 行了 慧云 你先坐会儿 我给你倒杯水去 这个白燕 当年是陈部长的情人 抗战后期 陈部长奉总裁的命令 到上海来和汪伟政权密谈 为了掩护身份呢 他要我帮忙找到白燕 从此以后两个人就出双入队 没想到 旧情重燃擦枪走火 白燕竟然怀孕了 不过当时他也是瞒着我和陈部长的 抗战胜利以后呢 我因为白燕掩护陈部长有功 就救下了他 当然 那时候也是陈部长的意思 怪不得 否则的话 怎么会这么轻易把人捞出来 不过 我倒觉得 捞人出来 恐怕是为了杀人吧 我是后来才知道 白燕已经有了孩子 这个女人哪 她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一时鬼迷心窍 非要让我把这事告诉陈部长 于是 这件事情 就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好 你亲自到场 我觉得 摊牌的时候到了 再打下银行 打下银行 怎么 还不动手 老头子真的翻脸现旧账 陈部长那儿 您可是交代不过去的 再说 我们失踪的那个飞行员兄弟 这儿 这样 你要给我想办法先混进去 届时搜查一定很严 但是你不要带家伙 不要被他们搜着任何证据 这个容易 我不用刀枪 保证无声无息 记住 你还是要给我耐心等待 孟立群一分钟不摊牌 你都不要动手 孟立群一旦正式摊牌 你要在第一时间给我下手做了它 然后 把所有证据给毁了 全身而退 你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虽然相信 这个火候你要是掌握不好的话 要不就要你好看 看战长 还是 您一起去吧 这事您要不亲自出马 我吴从下手上 白小姐 考虑了她怎么样了 不行 我们不能跟她对着干的 你不是说要揭露那个傅心汉的真面目 赢一个公道吗 可是 我觉得应该在更妥当的环境下 比方说香港 海外 那个程世美一定还在西口 上海当局眼皮底下 那不是她一伸手指头的事吗 现在什么时候了 解放军眼看就要打入长江 她的手指能伸那么长吗 真要是到了海外公布 恐怕就不是这样 到那个时候 能有几个人能帮你 小小姐 我们江湖人 是罪讲究恩怨的 你至少应该懂得 报我们先生四年前 不杀你母子之恩吧 要是救你们的结果 就是这样忘恩负义 哼 来 爽快点 说实话 就拿去 这 大爷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我在里面这是个扫垃圾的 每天提心吊胆的 也赚不了几个钱 你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啊 你捡垃圾 什么时候才能捡出一块圆大头了 看清楚了 就算了 再美了 不能 你当你能做过的 大爷 大爷 你走了 我 我说 我说 里面确实有您说的那对母子 她她 我见过 但是没和他们搭过话呀 每天就是从迟早内来进去 把那垃圾拿出来 他们不让我多看 也不让我多问 我每天就这么走来着 你说 我记得我真的不知道 大爷 你饶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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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完钱赶紧走 省着点话 别让人知道你是怎么发财的 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 走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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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沐露 莫女士要开新发布会 什么 新闻发布会 对 我也是刚听出 孟家没人 应该是清朝出动了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妈呗 在这儿守着 是 老板 老板 修车 好 您稍等一会儿啊 快点 我有急事 我给仙男养 您别急啊 桌子上有水 您先喝着 马上就给您修 行 快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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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乌乌乌乌 白晏哪 我问你白晏哪 我 我 我无能 白晏被人劫走了 留下了这个孩子 会长怎么办 要不要去安顿一下 出去有什么用啊 我们手里只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能拿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呢 孟会长 孟会长 你干什么 你不能进去 我跟孟会长说几句话 不能进去 让他说话 孟会长 现在外面很危险 你不能出去 孟会长 来 我和他 是 你啊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我лаг到你 你胡闹 你不就是 你很好 你 你不能进去 我 我们会长啊 已经离开了 今天啊 就到此为止吧 请大家回报 韩镇长 郭行李 你怎么今天也来凑这个任务 现在大家伙都愿意看热闹 今天这么大的排场 怎么突然就撤箱了呀 这个姓孟真够讲话的 又给他逃过一劫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郭经理 我可要提醒你 和这个孟会长打交道 你要格外地小心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多加注意你 那郭经理 我就先走一步了 那个叫白样的我已经处理干净了 你可以向陈部长请功了 我要的是孟丽群 也许现在 我们可以逼着孟丽群 缴械投降 乖乖地和我们合作 他不会和我们配合 只能戳掉他们 你说得太轻巧了 走 走 走 废长 飞虎回来报告说 孟丽群已经带着家传 单回乡下做事 那里深沿壁垒 急关重重 走 我猜你 怎么还没动静 越没动静 就越说明他们已经得手了 咱们得快点 什么叫得手 不护猪猛一军 都是白马国 什么人 支柱呢 支柱这个王八蛋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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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的 这个蜘蛛 究竟干什么蜘蛛 居然敢耍我 走 先生 一切按计划进行 他们的人都撤了 好 师祖 刚才那个烟雾弹的效果 够震慑他们了吧 你回去替我谢谢你们韩战长 你替我转告他 就说 我答应他的那笔交易 等我抽出空来 马上付诸实施 我也是奉命行事 不过 我想劝师祖一句 什么事情点到为止 告辞了 你派胡言 引爆气是他的命根子 这么容易就被别人抢走啊 难怪组长不信 蜘蛛是韩战长所谓的接应 到底是不是诚心接应 问题是我没有证据 再说当时那个环境 也不容我考虑那么多 你是说 师神 你这话说的 何必呢 大家都是为党国卖民 再说 咱们的级别 也管不了韩战长 他救过你的命 你当然可以帮他说话 我呢 也不好下什么结论 可是武女那件事情 只见咱们忙活 没见韩战长干什么 说是去新闻发布会了 那为什么不在现场动手 且当他是消极代工吧 但是也要提醒他一下 组长 打那座建筑物 恐怕得调用更多的人力物力 要人吧 调军队 调警察 咱们都没那个权利 那些废物也派不上用场 调特工人员 你也得韩战长点头啊 你当那么容易 你们出去吧 进西口 毛局长 好消息 组长 昨天那仗把他们打得屁股尿着的 太好了 你们呀 别高兴得太早了 我看封建这个地方 坚持不了多久的 昨天之所以能够胜利 多亏了韩天时 撕心暗住 不过 我还担心 他们会有什么其他的行动 韩天时呢 能拖则拖 那可是我们的免死金牌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是尽快安全地把孟会长一家送走 上次事件以后 机场被军统看得紧紧的 如果从封建走 飞机是下下之策 要是陆路回城 或者从嘉兴坐火车 我觉得也不稳妥 你们看 黄龙杰不可能想不到沿途设卡呀 那怎么走啊 封建是水乡古镇 水路四通八达 我认为从水路走 走水路 老太夫啊 再也找得到比这更好的史料咯 咱过几天不就动身了吗 咱就别摆了啊 我呀 我可一日无此君啊 你当心这可是绝品 砸了就没了 来来来 先生 你见好没有 到底往哪儿去啊 坐船 我看是最方便也是最安全的 把我逼急了 我就坐仙鹤飞走 老头子 都什么时候了 还开这种玩笑啊 行到水穷处 不坐看云起时啊 是谁 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西口的 现在 是你拿脑袋去顶 还是拿我的脑袋去顶啊 也许是我对部下管束不严 杀人灭口杀人灭口 你跟你人手下一样 只会杀人 你们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吧 如果想消暑隐患 那你们就去杀人呢 啊 你们闪电小组 不是毛局长亲自委任的吗 我告诉你们 你们别想在我这儿调一兵一卒 如果连我都看着不顺眼 那把我就杀了 反倒干脆 韩战长 我看这里边有误会 误会 你们抓武女灭口 夜袭蒙事组织 这些你们都瞒过我了 啊 为什么那个时候 你们就不讲京城团结了呢 现在 你们把事情给搅黄了 就没有能耐了 只知道在我背后 打那个黑报告 真不是我 还真不是你 好 就算不是你 就算跟你没有关系 那我问你 堂堂的闪电小组 接下来怎么行动啊 如果 你要是有好主意的话 那我就给你派人派兵 今天 你们必须给我立下个军营账 几天能够拿下 活不见人 死要见尸 韩战长 据我所知 那主事 孟立群从抗战的时候 就开始禁营 飞弹强体后手 易守难攻 而且 挖有地道 四通八打 你看看 你看看啊 话都被你们说尽了 那要我怎么办 难道要我写辞职报告 你来当我这个战长吗 我会想办法的 翁姐 不是说好只是出来散心吗 怎么突然间要来谈生意了 黄经理 我们先生答应见你 但时间不能太久 对不起了 这是我们的规矩 这一声 你参加器 你会续做好吗 你好 这是我特别的 对不起啊 黄先生 生意我要做 人我也不得不防啊 孟会长 黄某身比较理解 毕竟您的传闻 我也捕风捉影听了一些 不过这些我都不感兴趣 我只想尽快地把生意完成 很好 我也想早日把药厂脱手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把合同签了吧 好 这么多石头 真好看 真是难得啊 难得孟会长今天啊 没摆弄他这些石头 太太 郭老板 杨彪 老爷呢 在会间客人 谈生意呢 谈生意 什么生意非得到凤京老宅来谈呢 就是那什么 西南药联的黄老板 谈药厂展战的事 这不 叫我来拿四张印尼去签约了 行 那你去吧 哎 咦 你没有 咦 会长 你的印章真是特别 颜色这么鲜艳 这是御用正品的保湿印衣 存实不多了 它的特点呢 就是越久越鲜艳 先生只有在最重要的场合 采用这个的 可得先生对你的纵视 真是受之有愧 实话说吧 你第一次来找我 谈收购药厂的事 我也是将信将疑 后来丁阳彪说 黄先生为人非常爽快 我这个人向来喜欢 爽快的人 黄先生今天来 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既然会长如此看重 我和我们公司的合作 那我准备搞一个 小型的挂牌仪式 敬请会长解释 务必赏个脸 做大事者 务必居于小节 孟会长最近 实在是不方便出门 我想黄先生 就不要勉为其难了 嘉玉 你怎么在这儿啊 嘉玉 怎么这么巧啊 会员 像这种雪中送炭的好事 总不能让你家先生 一个人独揽吧 郭罗贝是内人的干妹妹 这么巧啊 嘉玉是我老婆的老同学 嘉玉 怎么也没听你说起过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嘉玉可是神通广大的 是啊 神通广大 神通广大呀 对了 会员 你们是不是开车过来的 对啊 我着急回程 可是我的车 郭小姐 你的车 姐姐 我的车其实 也没什么大问题 修一修就好了 不过现在还不行 对 没事的 我们一块回去 晚上没赶回程 还可以吃晚饭呢 真的 那太好了 不过 黄先生 你的事情 我们的事情 已经谈完了 一起走吧 会长 我们要回去了 就用不着 既然到了谁家 就应该遵守 谁家的规矩 这就叫做 客随主便吗 我们呢 是闭着眼睛进来的 也应该闭着眼睛出去 倒是挺好玩的 就像小时候呀 捉迷藏躲猫猫似的 你们说呢 夫人甘妹妹 都这么表态了 黄先生 再委屈一下 再见 再见 家喻 再见 你说 这什么世道啊 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有个又亲近又陆路通的大学同学 你以为我人好啊 那是 我老婆吗 说实话啊 你别看家月现在挺风光的 其实身世挺惨的 二十年前 他们家遭了一场火灾 爹妈都死了 还有个弟弟 也被火给烫伤了 后来就跟家月一块被送到了人机医院 可是当时一乱 也就下落不明了 他还有个弟弟 他还有个弟弟 是啊 小家月一岁半 小名叫阿南 你看我 我怎么跟你说这个了 龙姐 你千万不要在家月面前提起啊 这是他绝对的秘密 没有别人知道的 知道了 舒服啊 想想想想那个鬼地方 可把我憋坏了 那地方 连个像样的窑子都没 我去打酒 你去吧 快过来啊 我的妈呀 小姐 这都几点 你们每天晚上都这么晚回家 你想想 这天亮之前赶不到封京 会长急了怎么办呢 哼 现在谁还追问这个呀 你没感觉 自从进了那个乌龟壳 下面的人心的 早就散了 我跟你说 跟着共产的 没好狗子吃 酒来了 给我倒上莎莎 倒酒 莎莎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 是像点 我杀的人并不比你少 清醒了吗 清醒 我们聊事吧 死亡证明 和银行存值 我都给你开好了 你自己选一个吧 你自己选一个吧 我猜说你们是什么人了 也猜到你们要我做什么 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跟你们合作 不过我要告诉你 祠堂里的警卫是由杨彪负责的 里面有个地道 至于进口 只有梦里勤他一个人知道 估计杨彪都不知道 所以要我做内应 效果可能不会很好 祠堂的房屋 我知道 第一道我也听说了 那你要我干什么 让我亲自动手 书或直言 你不是干这个的料 所以你怎么说吧 但是什么也不要我做 就给我这个 当然有事让你做 我想通过你 给你们家老爷子 递个东西 先生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弄来的 成犯战犯一百个人 你说这蒋介石李宗仁 放在前面也就算了 先生 您在这儿 排位不低啊 这上面还写了 严惩一切 历史反革命分子 什么叫历史反革命啊 我哪知道共产党的这些词啊 这上面写着呢 承还四十二等 反革命事件的血战 严惩元凶 朋友你想想 四十二事件 上海各大帮派 谁会站着 论大头 我们就排在青帮三大亨之后 这么说 秦南北上 原来是紧军入窟 不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仙人院是去了 不是逮捕就是枪毙 哈啦 别说了 好 华智 综合考虑下来 还是坐船最安全 目的就是 沿着江浙户的交界水域 进入长江 往江阴耀塞走 这样是最隐蔽也最安全的 然后可以再找一个合适的口岸 由岸上的同志接应过江 渡江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 长江沿线 敌人封锁得很严 这个情况你考虑到了吗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 水路历来都是红帮弟子控制的 这样也好 多了一些照应 少了一些风险 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不是争取做到 必须万无一失 今天过来就是想看 跟你商量一个事 你看这样好不好 曙光小组的工作 暂时由你负责 我护送孟立群北上 不行 现在正是闪电和曙光 咬住的时候 非常危险 这个任务还是由我来完成 你不了解孟立群这个人 他疑心很重的 他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队长 你真的决定要去了吗 佳月姐 你何必亲自去呢 让赵海亮他们去不就行了 行了 什么都别说了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必须亲自出马 对了 对了 如果这些天公司有什么业务 再要紧的案子 一律不进 知道吗 明白 喂 孟会长啊 我正准备跟您去电话呢 想约一下我们见面的时间 您看 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就绪了 什么